16公仆集体翘班 A人民血汗钱 这次可是公家就是我家了 台中市议员昨天踢爆建设局路灯管理科 真是太夸张了 16名外勤养护工程人员 正常上班时间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5月26号 市议员到路灯管理科图急抽查签到部 近有11人在下午2点上班处签名 但当时才早上11点 更夸张的是还有两人签早上来加班 但两人都不在 方式4、5月需报加班时数 就约有1100多小时 若以一小时100元计算 就需报11万多元 离谱的还不止于此 还有一名临时工吕荣泉 到办公室签到后就撬班回槟囊摊 工作日志上竟写着清洁灯具 还有家里开水电行的技工销组中 更利用植物资便偷走办公室的电线等公物 包回自己的水电行变卖 市医院根肩发现 光是这个月12号到25号就偷走价值2到7万元的安定器 小主中坦诚 有拿废弃安定器送给资源回收人员 否认贩卖图利 年证数以漏页调查中 专家通批台中市长胡志强的行政团队 回哥海聊聊 动新闻 公家就是我家 报导 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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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